哪怕关系再好,也要和这几种人断交,这不是薄情,而是远见。 常言道,万丈深渊中有底,唯有人心不可测,日常生活中,你坦诚相待的人,未必都会还你真心,你大放付出的人,不是都会给你善意,有人嫉妒心很强,见不得你比他好,有人欲望迷眼,只看得到自己的利益,你对他再好,也是徒劳,他反而会不断算计你,消耗你,伤害你。 所以,不管关系多好,以下这几种人都别来往了,这不是薄情,而是远见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心,嫉妒心很强的人,福经有云,嫉妒者,自求名利,不予他有,与有之人而生增惠,视为嫉妒。 在我们身边,不可避免地存在这种人,看似和你关系不错,实则看到,你过得越来越好,内心就会变得不平衡,酸言酸语地挖苦你,明薄暗扁地讽刺你,见不得你比他优秀。 民国典型的塑料姐妹花张爱玲与潘柳戴,曾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。 张爱玲是上海滩有名的才女,穿着打扮间又有着贵族女子的讲究。 她的出道迅速掩盖了当时同为女作家潘柳戴的锋芒,潘柳戴只能幸幸居其后。 因为潘的妒忌,两人见声嫌弃,甚至反目成仇,每次有人称赞张爱玲,潘柳戴都要讽刺一番,甚至不留情面地批判张爱玲的为人和文章,一生都和她过不去,如此损人不利己,极度心强的人,不值得与之为友,既伤心又添堵。 真正的朋友,不会阴阳怪气地嘲讽,更不会明目张胆地诋毁,真正的朋友,是你有所成就时,真心为你高兴,真正的朋友,是明白你有所缺点,却还能喜欢你,支持你,总是心生妒忌的人,你比他努力,他不舒服,你比他富裕,他不高兴。 巴不得你吃苦头,出乱子,倒大霉,把他的书心,建立在你的痛苦之上,这就是人性最大的恶,这样的人,容易给你带来是非麻烦,趁早远离,才是明智之举,早点断交,才是深谋远见,欲望胜于一切的人,曾国藩说,与好利人共事,既必受累。 身以为然,欲望心中的人,他们急功近利,与你交往,带有明显的目的性,随时随地想要从你身上,榨取更多的利益,人前人后两幅面孔,让你分不清真假,这种人,口密复健,忘恩复义,一定要有多远离多远,哪怕关系再好。 人民的名义,中公安厅长齐同伟就是个对名利权势有极高欲望的人,贪心使其不知满足,为达目的不择手段,为了前途,他向不爱的两路求婚,只因为岳父的权利能够帮助他,为了升职,他孤雄杀人,只因为好友是他前进的障碍,对每个他有利的人,齐同伟极尽阿谀奉承,在欲望的趋势下,一步错步不错,不仅连累了身边之人, 自己最后也只能引淡自尽,正所谓,欲令至迷,利益令至婚,欲望就像流沙,当有人心里想着他,行动奔着他,就会不知不觉被裹挟其中,和欲和难填的人为伍,不是他对你榨干利益,便是他把你一同落下欲望的深渊,一个唯利是图的人,必然将感情看得很轻,你对他付出真心,他不一定领情,只是把你当作可以利用的棋子,这样的人, 别再和他来往了,否则,毁掉的可能就是我们的一生,总是喜欢抱怨的人,请记得,不管任何时候,当你身边出现了总是喜欢抱怨的人时,一定记得不要挽留,而是尽快远离,抱怨是一种情绪,越积越多,就会成为一种能量, 这种能量,是会从一个人,传染到另一个人的,一个人一旦习惯了用抱怨的心态,看待发生的一切,那么他只会看到事物的负面,总会觉得,这个世界对于自己的不公平,长此以往,越会让自己消极悲观下去,如果你的身边抱怨的人越积越多, 那么最终你也会成为一个看待失误,总是消极悲观的人,而且,这种抱怨越积越多,还会让自己产生厌世的心态, 罗曼,罗兰说,只有把抱怨环境的心情,化为上进的力量,才是成功的保证,凡事都有两面性,与其抱怨不如转成积极向上的心态, 让自己成为一个心怀希望的人,不孝顺父母的人,围炉叶化,总说,百善,孝为先,做人要孝顺父母, 不管什么时候,都不能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,但是,现实生活中,恰恰有一些人,就是不懂得孝顺父母, 反而会认为,父母在某些方面亏待自己,甚至还会出现打骂父母的事情,如果你的身边出现了这种人, 不管对方与你多么要好,记得一定要远离,试想一下,父母使他有血缘关系, 而且最亲的人,他都可以置之不理,甚至冷漠相待,你认为他会对你好到什么地步? 而且,一个不孝顺父母的人,是不懂感恩的,常常会认为别人亏欠自己, 与这样的人在一起,会让自己越来越变得冷漠无情,直至最后众人远离,不求上进的人,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攀越的过程,你走得越远,站得越高,越能看到更多更美的风景, 想要得到,就要付出,这是最基本的供求关系,如果只想躺平,什么都懒得去做, 即便天上掉馅饼,也没有你的事情,机会永远倾迈那些做好准备的人, 你拥有再好的资源,却不肯付出努力,也会与你失之交臂,和上进的朋友在一起, 他们积极向上的态度会影响到你,你追我主,彼此都能变成更美好的模样, 相反,和不求上进的人在一起,你会逐渐堕落,直到迷失方向, 比如你身边的朋友都在努力工作,积极进去,他们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目标, 你就会不自觉地和他们一样,变成一个努力拼搏的人, 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天天都是吃喝玩乐,那么你也很难不受影响,变成不求上进的人, 努力就会有收获,而懒惰最终会让你一无所有, 如果不想成为让自己失望的人, 尽早地离开你身边那些不求上进的朋友, 否则,你会被他们拖累到一事无成,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人, 三毛说,朋友之间相求小事,顺水人情,理当成全, 过分要求,得存进食,是存心丧失朋友最快的捷径, 朋友向你借钱时,态度诚恳, 等到你催债时,又成了另一副嘴脸, 到底是不是朋友你那么有钱,借给我花一点, 又掉不了一块肉,一起出去吃饭, 从来都不肯掏钱,用他的话来说你赚得多, 请我是应该的,你帮他买了东西, 他要么不给钱,要么给钱时,把零头抹掉, 当你需要他帮忙时,他早早的,把账算得清清楚楚的, 生怕吃到一点亏,这样只肯占便宜, 却害怕吃亏的朋友,是不值得相处下去的, 因为你和他来往,非但讨不到一点好处, 还处处都吃亏受气,身边有这样的朋友, 不赶快断交,还留着过年吗, 无论关系有多好,都没必要再来往下去了, 否则今日可能吃小亏,以后会受他什么连累, 还真是不好说,喜欢落井下石的人, 有的人,在你落难的时候,不仅不帮忙, 还落井下石,把你王子里整, 比方说,你创业失败了,原来借钱给你的朋友, 知道情况后,马上跑过来催债, 逼着你卖房子,卖车子,说什么都要把钱还给他, 有的人,帮助你,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, 而不是真心对你好, 如果你失去了利用价值,他就翻脸不认人, 假装不认识你,比方说,你在某个大酒店当业务经理, 他就拼命巴结你,目的就是向你推销一些产品, 你就是他的摇钱术,当你离开大酒店之后, 他马上就把你的联系方式拉黑了, 有的人,吃吃喝喝的时候,总是和你在一起, 离开了饭局,他就是陌路人, 更可恶的是,他在饭局上,拼命把你灌醉, 以此来取悦大家,让你扬想百出, 落难才见真情, 如果你落难的时候,有人陪你一起熬过去, 有人关心你,有人还愿意借钱给你, 这样的人,就是真心朋友, 如果遇到落井下石的人, 你就和他翻脸,大不了和他结仇, 各走各得路, 把你的理想不当一回事的人, 古代有一个歌席断交的故事, 就是告诉我们,遇到理想不一样的人, 那就别交往了, 避免他拖你的后腿, 避免他影响你的前程, 人在社会上混, 和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奋斗, 和不在乎你的理想的人断交, 比方说,你去旅游的时候, 你要去东边的景点, 他要去西边的景点, 你就不要拉着他和你同行, 也不要陪着他一起走, 各走各的,才是最好的安排, 如果有人贬低你的理想, 故意阻碍你的人生发展, 你就和他翻脸, 当你学会翻脸之后, 对方就会远离你, 阻碍你的人越少, 你的理想发展越顺, 情感导师图磊说, 原谅伤害自己的人, 一次是善良, 两次是包容, 三次是犯贱, 学会包容, 心怀善良, 是做人的根本, 学会翻脸, 拒绝犯贱, 是做人的底线, 做人, 别怕得罪人, 有的人, 根本就不是一路人, 得罪了, 和他闹翻了, 反而是好事, 无缘的人, 一别两宽, 没有感情的群, 退出去就自由了, 乱糟糟的地方, 离开了就心安了, 以上几种人, 如你遇到了, 能躲开就躲开, 躲不开就翻脸, 最好是老死不相往来, 三毛说, 可进可出, 若即若离, 可爱可怨, 可聚而不会散, 才是最天长地久的一种好朋友, 一辈子能拥有一两个真正的朋友, 便已是福气, 没必要太多, 而交友之趣, 贵在相互之间的信赖和帮扶, 如果你的交集, 总是让你患得患失, 身边的朋友, 不能够积极地带动你的人生, 相反, 让你处在无限的消耗当中, 就没必要继续下去了, 即便是自己一个人, 也不要那些与你人生无异的朋友, 要知道, 好朋友不是求来的, 而是在各自奔跑的道路上相遇的, 是相近的三观, 促使你们走到一起, 是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, 让你们成为惺惺相惜, 只有这样的人, 才是真朋友。